大家好,我是MK,歡迎回到花略抽片 一段時間沒見,有時候玩一下聰明 第一集說我們一起去賞紅葉的活動 討論到分組問題之後的發展 看看劇情 極目遠跳,天邊遊傳,秋日如廢 說起這個抽片真是少得去這些地方看樹葉 日本人的習慣,開櫻花,上櫻花 類似這些活動 香港也沒有的,沒有什麼一起去看生態環境 一個日子就特定 分內美麗的金色光路,智倫藏雲中透射而出 佔據了她的視野,同時在我心中點上了宿木 仿如這個世界上除了我之外,再沒有一個人 哼,這麼MK的想法 突然間在一個孤獨的環境中覺得自己很寂寞 被塑淨的森林環袍 挑望著群星月發明亮的光快 好像自己在現實中莫尼一樣進入了繪畫之中 確實是那是卡紫尾雅座 這麼聰明女,這樣也認得嗎 這個天氣也看得出 我懷著小朋友的妄想,把心中思考的話 原本這樣說出來 我所知道的秋季星座僅此如宜 只有一個 終於是你這麼聰明 如果是我的喜愛觀察天體的自由在這裡 應該會更加興奮 想到這裡我就笑了一笑 仰仰投笑的後果就是不小心移動了雙腳 瞬間一鼓強烈的電流 在腳端湧自露衰 仿佛被人用鈍器打了腦一下 我曾經試過咬柴 那個感覺也是差不多 一動到咬柴的位置 那種神經到腦那種痛楚 看向放著便當的籃 令我落得這麼狼狽的嘴灰和手之一 就是滿滿的放在籃 我因為 拿了一些栗子 比賽所以現在弄傷了 看著那些幾乎日出過藍框 令我大燈小眼的栗子 為了逃避現實 我開始回想起不久發生的事情 不是說是比賽 我以為現在是在比賽中 原來是已經比賽完 午餐後嚴格舉行抽籤而認識的結果是 嘩 果然是這樣 一抽籤就會跟林琴一隊的 很惡意的劇情 這個是 最終敲定為我隊友的林琴 在我眼前雙手壓拳鬥至高漲 那為什麼最後會拿這麼多 令自己扭傷 我想每次都選你 這個人真的 每次都選我們會長 畢竟最後 連最後這件事都更改 改成這樣就好像 變得欠養業 因為每個人都想跟藥業組隊 為了跟藥業組隊 練組三次 大家都很努力 來到上風地點的時候 已經是午後 要等到摘完栗子在吃便當 實在是有點歷不從心 我問一眼 這個義氣牽囊 練練點頭林琴君 回憶起自身滿滿香 內裡展示便當自己 不應該轉個圈 那些便當是不是散了 彈到周圍 我們兩個人 兩個人怎麼選擇拍檔呢 可能林琴想跟我們一起 但我們不想跟林琴一起 我們選擇另一個人 還是可以輪子分開 這個方角選擇 我才不是在那裡 所以你都可以 但是 敵人只不只是 那些女兒 那些女兒 哈哈 哈哈 是啊 挺厲害的 的確是 那些陷阱話語 明顯她是想跟你組隊 你還說這些 很尷尬 說完之後 對了 你也知道自己是白癡的 傻仔 說完這個敏感的事情 就是 條件反石跳口而出的 調酷話 令我不禁抬手符話 不過我都還要克制著 這個不是可以對林琴開的 援笑 你明知道她想怎樣的 面對林琴開朗的宣言 我密密感謝她的遲鈍這樣說 其實她可能不是遲鈍的 不過 可能覺得說出來很尷尬 太硬 然後捉著蚊子 刮傷她的手 我也提升魔學的效果 不斷摸索方法 你還可以嗎 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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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複雜的家庭關係,令我妹妹那麼親切,好像自己一樣 是父母,家庭的溫亂,經常都說家庭的溫亂,到底家庭的溫亂是怎樣 我正正常常的,生活在香港不會減少父母的其中一個 我也算是受家庭的溫亂之下成長,但我又不覺得家庭有多有溫亂 很多動物都一般都是這些議題,家庭的溫亂是怎樣的東西 就算是父母相傳也不太感覺到家庭的溫亂,到底是怎樣的 最後一句話,簡直轉了做狗鴨 嘩,他們是有錢女來的 看來她是一個家庭比我想像中重要恩實的大小姐 給回答同一個問題我就回答是銀行職員 銀行職員都要我到處跳動嗎?以前去日本也是怎樣的 一開始以為氣氷會很尷尬的執律子活動 但就可以其樂融融了 都得以順利進行 嘩,一執就執整個下午,執到下午有些本末倒置 我們不是來上紅葉,看風景,吃東西 為什麼會玩這個無聊的東西,玩到下午 專注過頭,甚至忘記集合時間已經過了 裝便當的籃籃已經被採到律子室滿當當 看來比賽,就贏吧 綠樹排成的樹恆,是不是這樣說呢? 我叫她的時候,她正在提霸旁邊排成行的律師裡面 苦身在執拾律師 她應聲向我跑過來,跌倒了 對,在那個時候我確實想過 見她為了抄近路走射球的時候,我就覺得會有危險 而事實有一次證明我不祥的預感從來都不會不準 為了救她,所以就扭了腳 大概在尼樂十步走的位置 朝和輝瑟的臨琴在身體上平衡,被斜球擊倒的時候 看著輕聲驚叫的她 不斷衝向前 哇,你真的很流 你這個很流 有點價格,但距離差這麼遠 她跌倒之前才開始跑 你可以接得住她 我真的覺得有點誇張 萬恨救了臨琴,但相對我的腳火又嚴重地扭傷 雖然考慮過借她的肩膀扶回去 距離在身體上距離 雖然距離差這麼遠 對,那打了身高差不遠 結果露出快被罪惡折磨到死的表情 我姑且是拜託她回起始點去找幫忙來援救 嘩,那如果她當失路就糟糕了 天翁退去珠鳳 漸漸染上了葡萄色 導致可以看到天翁,星星的程度 暗了之後 看得到無理 有什麼想到這麼絕望 嘩,有時候悲觀性格重新浮現 腦裡全部都是不好的妄想 最早那會沒過夜 今晚都要躺在這裡 嘩 嘩 嘩 小時候我都蠻害怕這種聲音 覺得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有點膽怯 聽到小鳥好像準時發出一些提聲 在我苦笑之後 做什麼呢 由於動到腳 我再次受到電流和鈍器的雙重洗禮 說起咬柴 即是扭傷 所謂的 我之前也扭傷過 那時候我還要上班 不只扭傷 但是有問題 就是你上班 你扭傷 你也要做事 唯有忍著 咬柴痛苦 做完的事情 才可以 才可以回家 所以 無奈之下咬柴 你要忍也忍得住 無論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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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隨他 都任由他去 不少出來 都是自己說的 這是父親說的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這樣說過 我在腦內搜尋著記憶 父親是那種對方 即使是小孩 或者是自己的女兒 都會帶有敬意措辭 說話的人 嘩 這些人是有一個獨特的魅力 我覺得 他不會 他不會因為 大家的身份落差 對你採取一些不同的態度 社會上很少這種人 背份 上下級的關係 而說話不同 所以我都有點疑惑 這些直白的事情 他到底是幾時跟我說的 我看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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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蓉色的光 逐漸消失在地平線的皮端 沉重的深陰取代 而知會不會把整個森林 和我的肢體包圍 嘩 你真的晚上都來不到 你真是很差 你真是 現在最不好的情況 就是 林琴這傢伙 直接在森林擋室路 即是他還沒出去 才會這麼遲 都沒有人進來了 大家都困住了 可以說是 哇 真是下雨 不是吧 四周雖然是毫無人造 燈光 切切實實的黑暗 不過在月光照耀下面 我的傷徒得著逐漸適應 並且可以看清楚樹蟲的輪廓 但如我所說 不祥的黑魂 只能在遠處蓄勢待發 那個就是雨雲 別說這些 森林中間 很多螞蟻 昆蟲 和鼓仔 會在這裡 甚至會 他喜歡動的東西 爬上你身上 在已經有人 前去呼救的前提下 移動自己的位置 所謂下下自察 但萬一我沒有被人找到 這個本來就是人質抗治 而且現在天色以暗 所以在這裡過了一夜 可能性相當之高 動不了 不過即使想站起來 無法忍受的藤動 就全過全身 不會的 你真的要忍 你一定忍到的 相信 你不會忍不住的 為了強忍疼痛 咬緊拿關心心吸氣 摸了摸額頭 儘管周身 涼臭臭的 額頭 也是浮起了一身細 原本不動 就不會作怪痛 坐著 現在就好像 無形的薄膜 扶在身上 持續傳遞著 那個神通感 加油 加油 你夠力撕爛了這件衣服 好奇怪 由於可以固定的薄膜 整地都是 哪有可能 要是脫下衣服 這樣不行 太冷了 天氣 那條裙子呢? 我體向了隔下 裝搶了不少的 擺裙子 擺裙子 你以為是說這些事情 有嗎? 蛤? 就算我把抽濟 制服師到 彎腰 可以剃到底褲 都沒有人想 看一個 一個假少子 把自己弄成這樣 的樣子 我對這樣 自己的想法 心心歎 遊戲 怎麼會這樣說 不是的 你一定是死 冷死你這傢伙 你還在那邊 說什麼 如果不說 幾句 條河的說話 心裡根本承受不到 我抬頭仰望幾乎被暈塵 完全遮蔽 好悲悲悲悲 你怎麼會這樣 這麼心細 休時的自己一直都是這樣 沒有自己存在的實感 仿如身在背空飄忽不定 就好像腳沒有踏在實地上 結果我跟以前相比 都沒有絲毫改變 都說人是很多一面 就算外表幾有魅力 幾有堅強的人 心底也有脆弱的一面 沒有人是一個 沒有弱點的人 你的弱點就是這個 很簡單的事情 這樣描述的確令人物更立體 畢竟 如果你不告訴別人 其實內心是很脆弱的 其實都很孤獨 覺得自己很自卑的人 你不用這些描述 告訴別人 你只能看到一個很強勢 很完美的樣頁 就是比較 立體的 描述人物的方式 雖然感覺已經過了很久 但其實大概就在一個月前 給我情書的那個小女 絲毫不掩飾自己好感的沙沙鬼妹 還有鼓起勇氣向我告白的沙沙鬼林琴 我很開心他們可以對我擁有這個戀母之情 因為它代表著他們可以認可我這個人 但是 對 那又如何 他們 不知道 你是同性戀者 都不代表 其實我有些明白養業的心態 就是覺得 別人只是看到自己好的一面 看不到自己壞的一面 所以就覺得別人喜歡他 不是喜歡他全部 而是喜歡他一部分的 我覺得他是有這樣的想法 對 如果他們對我的戀母之情 只是好像麻疹 簡單來說 就是對他們 三分鐘熱度 始終都會消除 如果我認真對待他們 他們可不可以接受這樣的我 這個是原原本本的我 嗯 戀愛就是這樣的事情 沒理由一開始 就算你和情侶拍拖 你都不會一開始就資金究底 知道他所有東西 所有東西 即是要是在激情底下 一開始所有對方的缺點 都會下色忽略 那麼生活的磨擦 價值觀上的不同 或者日常瑣碎事的爭吵 才是一個關係裡面的 正常的旋律 因為我的養業是內利 才是資金究底 對自己 因為從小玩到大 大家才是最熟悉的對方 浮上心頭 一直苦苦思慕的小原原來麗來 即使彼此是獨一無二的自由 不是 只是因為自由才十分清楚 他不會接受 這樣的話 無論這個是扭露出來的憧憬 還是戀母子深 錯了 只是因為這樣才需要去表白 等到自己的愛 不要有遺憾 要不然 當你十年之後 二十年之後 再想起這件事 你都會懺悔自己當初 為何沒有去表白 沒有去放手 儘管聽到答案是拒絕 是一個不好的答案也好 最少自己當初 是有一張自己的愛母子情表達出來 所以 你越是喜歡 就其實越應該去表白 念頭在腦海裡一閃二個 就是一種似痛地抓你 和腳傷不同的 令人窒息的父母 失去了平日的嬌悟自負的心 我注意上都隨之萎縮 空堂裡面只剩下一伙 靠不住的嬌藥心臟 在夕陽裡面哭著回家的那一天 只有跟我說 就好像某一根森林被人輕輕撥動 就好像聽到遠方傳你的滾滾雷聲 聽到的 真的是他們救我們 我們聽到他的聲音 有人的聲音切切實實地傳入神經的 奧器裡面 不對 這個時候 一會兒過來 就下大雨 大家在雨中相湧 嘩 完全是TVB劇情 這個聲音是 跳躍而出的瞬間 我就確定 就算多遙遠 再怎麼撕也都好 我都不會聽到他的聲音 藍藍的唸出他的名字 身邊內側那個 被兩折聲音搖動的發揚 和我想大笑而出 又想大哭一場 但是我當 聽到的熟點靠近 聽到腳步聲 呼喊越來越清晰入耳 感情就被人釘死 在悲歡的交界線裡面 沒有可以往任何一方偏而分毫 隨即 樹林分內變劇烈地搖放起來 他的身肢披著月光 生化絕接接的銀輝出現在我面前的時候 只是你一個人來 救不了我們 雖然很浪漫 你有沒有帶傘 又一個人 又沒有帶地圖 來到這裡 見到我們都幫不了手 說這些很破壞感情 不知道說這些 很浪漫 你這樣也找到我們 那年是命中注定 在夕陽裡哭著回家 那一天 心經和幼年事經是自己重疊了 終於意識到自己 再逐漸沒辦法抑制心裡的情感 不是想表白現在 在這個地方 轉場景了 你不是很傻就沒有一回事 我曾經跟我有人聊起夢境 有人說他經常發的夢有三種 一種就是撫養翠麗的彩蝶 和雀鳥在高大元柱溫室裡 非無的夢 另一種就是身處空無一物 順八色火 變性中的自己赤裸 不斷發抖的夢 而第三種 就算是我連握大片 都執言不告訴我 只會令心情變得更糟糕 他對我說過這句 他不說這句 我以為是大家 和幼年一起結婚 一起生活 他說變得更糟糕 不是的 我和有人交流夢境的過程 發覺自己和別人是不一樣的 言談裏面提及其他人的夢裏面 內容幾乎都是偏離日常 枝尼破碎荒 但無契的世界 不如自己成為其他人 或者澳場的天制 或者在電影裏面 自己將來角色大冒險 而我發的夢不同 我的夢境 無故說發夢 基本上都在回顧過去 就好像把燒錄的池帶在上面的內容 到底重播官體在過去的記憶 這樣都很折磨 不斷的輪迴在過去 雖然偶然會做些奇怪的夢 比如某個人表現出 和現實內性格不符的奇怪言行 但自己都沒有去過的地方 和沒有直接說過的事情 不會出現在夢裏面 我看到的都是過去的經歷 所以 不會當我陷入夢境 我終於被悲傷吞沒 嘩 這個設定真的很糟糕 小時候可愛很多 我曾經因為 父親的工作而噴飯轉校 起初就算知道馬上要分別 我也會努力和大家熟悉 就是這樣可以短時間內 重複著雙色和離別 不知不覺 我的性格就變得消極 反正馬上掉分開 所以和童年級生好起來 都只能逃真離別的雙感 所以和某個人一樣 書基本成為了唯一的朋友 家庭情況都很難說是團圓和睦 我原本在讀低年級的時候 不是 我在讀低年級的時候 弟弟就出生了 原本身體不堪健康的母親 都因為這次分辨而變得 經常我病在床 好心你身體不好就不要生太多了 令他沒有辦法 再繼續跟隨父親頻繁吊席 每次想起媽媽 那個距離媽媽在家不遠的醫院 病床的畫面就浮現在眼前 偶然會在生學下出發 走上一段路去探望母親 這段和平時尖小碰面的父親共度的短途很愉快 可以跟母親相會對我來說是一種樂事 母親總是躺在病床上 她雖然是一個很溫柔和體貼的女性 但總會在講到重要的時候有所保留 這令幼少許我非常不安 比如說 沒有事沒有擔心 這對醫生的愛科技術很優秀 有一天 在探望母親的回程路上 母親問了一個問題 雖然早已不清楚具體內容 但事今為止 還可以得到幾億之二的有關 每當轉校的時候 同班同學都會在採紙上寫下給我的留意 我說了給自己父親聽 小心亦保管著很多紀念字 父親聽完之後 不知為何流出很悲傷的表情 因為是自己的原因令到 令到自己的女兒要面臨這麼多次分離 和同學 從那次之後 就再沒有轉過學 對 因為內疚 覺得自己令到女兒 不斷要和同學離開 但那時候我性格已經添加了消極這個劍聖 同時具備新的性格特徵就是內向 一定要將變成內向的理由 規究在某個人身上 我想這個是繼承母親的特質 我很擅長記憶事物 並且將其再現 聽過 看過一次就不會再忘記 母親似乎都是這樣 哇 這一段真是 整個科學系列裡面 最令人不開心的描述 新離死 不 之前說的那些是愛情 愛情的離開 情情愛愛的東西 已經對我的觸動很少了 身為一個成年人 情情愛愛的分合 尼尼俠都是很正實 可以很平靜地看的 但是 關於母親 關於父母親情的感情波動 是令人很難去處理的 因此我會學習基礎知識的低齡級階段 又為出類拔稅 為何會做不到呢? 而自身的優秀 反映會招致反校的另一齊發為套現 在進入最後的新學校的時候 想出來我已經是極度陰弱 煎煎逆逆討厭的小孩 當時我處於很微妙的年紀 在小學上面 既不算是大小孩 又不算是小孩 而就是在這個時間 我和那個小孩相遇 來來來來 至於門來來來 他和我幾乎完全相反 不是 是令我想起已經喪失的自我 動躍套靜躍處置 而就算對方給自己的年長 都可以堅持機心 心中有著切實的處事原則 起初班上的大家 各方面都對我照顧有加 但跟我交談數字之後 就好像潮水般從我身邊退去 所以我一開始是躲起來 躲著小門來來來 即是他和我接觸之後 總有一天都要避開我 他對我來說就好像冬日的星空 青年症 直大擁有令人住目 甚至忘記時間流勢的美 但是就是一個沒有可及的存在 再加上他在我心裡 就好處明確地和他人分開了界線 不過說開了界線 我想錯了 在轉學之後 學校舉行了遠足活動 同一件事 和現在的情況一樣 扭傷 哭 當作老 炎虎是兩個人 一組的自由散步 又孤身一人 而且不幸重重跌倒 擦傷了室蓋 私心裂肺的疼痛 再加上必須忍受孤獨的自己 這種情況又可悲又痛苦 令我不禁獨自飲入而這個時候 和我童年的小朋友說到 細心用水灰的水清洗傷口 貼好一個噴帶之後他對我伸出手 千千驚驚的我沒有辦法握著手 三rum 我這段都不承認 做得不錯 實在是 在空間裡面起越戰勝的秘傷 啊是 我一定是從他握手的一刻開始對他掌揮 不再遙不可及的冬夜 冬季夜空 他露出了好像春天躺開窗的 躺亮的笑容 嘩 嘩 這段真的寫得不錯 怎麼說呢 你能感覺到那種 那種 那種宿命感 都是 小魚門台禮來 真是百代養業的個人英雄 感覺上 醒了 聽到熟悉的聲音 本來也是夢境在延續 嘩他欺負我們 然而並非如此 溫柔的觸感輕微的放動 還有靈蘭的方向 這一切都在向我告知 這一刻 不在夢中 嘩他負責我們 嘩 嘩 負責我們 我想一路被小魚門台禮負責 酥摩爾 輕饒和溫柔 周圍 有你 estás 但是 但是... 傻了 揹著你怎麼都走得快 你自己走 你自己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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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還等你嗎? 很破壞氣氛 還在播放OP的背景 就是OP的BGM 即是有些犯規的場景 嘴上的雖然這麼說 高忽 就搖搖晃晃晃在那裡請強 大隊的方角是 林檔さんから聞いていたから ずっと走走動しだったから休息 今次走走走走 今次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這樣 我埋在耐力背上說到 而且心中寄予林琴心心的感激 殘忍 是誰還在座椅呢? 誰還在座椅呢? 我把畫面埋在頸上 用鼻尖來回襯 是覺得很騷擾 她搖一搖的肩膀 是誰還在座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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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為什麼把這個叫法換掉呢? 她這個問題令我不知如何好 是誰還在座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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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親愛的小椅子也很喜歡 是誰還在座椅呢? 是誰還在座椅呢? 她的藍藍度似乎不在向我答話,不在向任何人答話 她自言自語地說到,把話題摺進去 就是我們第一次那次 我所見的夢境 我從來都沒有忘記過 這件事不是理所多年的嗎? 對我而言,小玄門內裡內袖的英雄 啊,對啦,都說了啦 小玄門內裡內袖的英雄,都說了啦,猜到啦 就是這樣而喜歡了她 第一個對自己伸出手的人 是很特別的,小玄門內內袖是第一個 對楊葉這個這麼喪的人,伸出手的人 就是第一個,第一個是阿克鬥 女生模糊了眼眶 所以對她很特別啊,我可以感覺到 在劇情中可以感受到那種特別的感覺 如果是,我是楊葉國,我都會喜歡內裡內的 不是,不關性別的事 是內裡的人 越是拳行忍內眼痕,眼淚就越發 要從這個提拔的阻攔裡面傾捨而出 這個令我讓伯代仰言 所以才察覺到 空中那個被洗黑於心的師母 想到這裏 我在抑制著心中幾乎要爆發的情感拼命阿加牙關 避開裡面一陣孫鎖絕 她停下腳步面向前方好像確定遠處祭典的孫鬧聲 然後 看著因為擔心衝過來的步緣 她回頭像我露出了冬日夜空那麼爽朗的笑容 唯有不讓她看到我的淚水 我伏著念點了點頭 自由揮著手 隔著她的肩膀 我看到了你部的大家 看到白衣素房 看到莎莎貴妹 最後看到莎莎貴林琴 看著林琴的臉 我無法抑制地悲傷起來 無論處境如何都隨她而去 笑不笑得出來都不是自己說得說 這句是附身的話 但如果這句話是母親說的話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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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後面就應該再跟一句 但你連心都沒有 你又如何笑得出來 握著內心湧動的情感 看著林琴 好像軟跳著那一場已經消逝的夢境 之後向她露出笑容 這段寫得很好 寫得很好 這段寫得很好 我是那個愚褲的朋友 不太過分 我就是 人家的主人 她們的心不太過分 然後 我去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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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犬が向かってきたことで驚き 噛み殺そうとしたのだと告げる ライオンは己の臆病さに苦悩し ドロシーたちへ同行を願う オズエ 己の臆病さを消してもらいたいがために 私にとっての重要なキャラクター 三人目の仲間 臆病ライオン このショーでドロシーは言う あなたに脅されちゃうなんて 私に言わせれば 他の野獣たちの方が あなたより臆病だわ と しかし だからといって僕は 勇敢な気持ちにはなれない 自分が臆病だって自分が知っている限り 僕は不幸せなんだ 私は本当に養業だって ライオンはつげた 狮子と養業は思考としても同じ 大勢の者から勇敢だとたたえられていても 本人が独身していなければ それは確かな不幸なのだ これから始まる物語は 自分の気持ちを偽り続ける 臆病ライオンの話 お楽しみに 下一張楊葉就在自己愛和不愛之間不斷掙扎 Chapter 4 即是膽小獅子 是不是中章來的? 用楊葉來做的主題 就是轉冬天 好 深集的發秋篇就來到這裡 我還記得是否夏天開始玩夏篇 現在又是夏天了 又來到9月幾 嘩 進島倫緩晚 如果我有時間 我也想玩多些 但無奈假期不多 真是慘 剛剛那段描述是 我看過暫時花瓦系列做得最好 那種宿命感 那種小時候到現在的連接 那種當年和現在的感覺 寫得多好 好 真是 好 今集就參與到這裡 真的寫得多好 我覺得真的寫得多好 寫實得不錯 連我都可以 即是我這麼脫離這些情愛的人 都可以感覺到那種 那種宿命感在這裡 我想就期待下了 大家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